世尊在世 为什么不见道场 那我们再回头看看 建设富丽堂皇大道场的 那些修行人 几个人临终时可能放下 放不下呢 放不下去流到轮回 留念道场呢 留念道场的时候 道场里面没有男女婚配 怎么办 道场里有老鼠 长老 蚂蚁 就投胎这一类的出生 他留念这个地方 他离不开 不过来 所以 要彻底放下 一定要记住 《金刚经》上所说的话 凡所有相 皆是学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报应 这是私事真相 这是私事真相 错了 一口气过来 这一时就结束了 啊 十时刻刻 做如是观 那就是深思想 深思信 切 念佛的功德 就非常明显 那我多活一天 多给众生做一天的样子 那 海鲜老伙生 十时时刻刻 可以想往生 他真相 啊 阿弥陀佛来安慰他 阿弥陀佛来祝福他 阿弥陀佛来祝福他 学佛念佛 就要学他这个样子 啊 要讲经教学 走大乘这个路子 那就要学 释迦摩尼佛的样子 记住 释迦摩尼佛一生 不见到这儿 那个时候的环境 啊 啊 虽然有人 聚集在一起 在我们想象当中 释迦摩尼佛 他的这些在家出家弟子 应该有三千人 啊 三千人这么大的一个团体 他们讲经教学 啊 过王大臣 有时候都去听讲 那对这个团体 非常了解 这个团体都是好人 没有坏人 啊 不会啊 啊 饶乱社会啊 安全 护持的人多啊 啊 护持里头最重要的 就是每天出去脱步 有人供养饭菜啊 啊 三千多人这个团体 都是脱步 都是日中一世 啊 树下一宿啊 里头一半 一千二百五十五人 长水弟子 出家人 啊 我相信在家 也不会 少过这个数字 啊 那我们现在的社会 跟故事和不一样啊 一定要适应 不适应 就不能损存 在现前这个社会 必须把物质生活 降到最低 啊 确确实实 能吃饱 能穿暖 有个小地方能遮蔽风雨 就够了 那硬光大师 告诉我们 道场 不要太大 啊 注重 不要超过二十个人 好啊 小道场 容易维持 有几个护法 就够了 啊 心是定的 啊 心定 才能办到 啊 心要有忧虑 心不安 道一 不能拯救 要懂得 岁月 看破方向 自在岁月 这早年 张家大师教过 啊 以后我专修净土 加一个念佛 自在很重要 自在 身心安落 放下就自在 不放下 啊 有烦恼可不得了啊 啊 修 六波浪 修 六合金 啊 我们尽忠 学会成立 提出 行门无窟 够了 敬业三福 六合金 三学六度 普行十月 简单 明了 这就是持戒 丁心七月 念佛 决定的身前度 阿 阿 你 佛 阿 你 佛 阿 你 你 佛 阿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